哈囉 2019年對我來說真的非常的豐盛 是期待的和盼望的一併而來 然後來之匆匆去植物宗野 那種想要抓住 卻束手無策 無能為力的感覺 也許是王蕭 可是結果都過於認真了 所以我就想著來變堅強一點 其實來學和其道是個意外 可是你在迷茫的時候會覺得這一切可能就是最好的安排 而且不早不晚的還剛剛好遇上了疫情 什麼世界啊我們真的是事事難料 讓人不自覺的懂得了珍惜 在學習和其道的過程中 我感覺到一種微妙感 就是教導我們的老師有兩位 一位女士是來自於日本 另一位男士則是法國人 不出意外她們是情侶人 所以跟著日本女士學習會讓我更容易地領悟 我們之間有語言障礙 她有一種完美主義刻在骨子裡的那一種 她很欣慰也很欣賞我的出現 就是很難得見到我就是同個面孔的人 希望我們不是同一個國籍 大家我分享了很多喔 就是中文念漢字的房體字 幫助我了解每個招式裡的顧名思義 雖然日文發音不一樣 可是行義卻八九不歷史 瞬間感覺到中文漢字的博打精深 就是在想文化的魅力啊 是昌出了國際和時代的存在 好玩 Line 感谢观看